别忘了 5月5号到5月7号 来到台北花博的 珍宴馆 看我们所为你呈现的 一支独秀 来走走 来看看 来坐坐 来喝喝 来聊聊 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本节目由 生鲜石彩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 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一部 即将上映的纪录片 叫做消失的指班碟 导演 詹嘉隆导演 来导演跟各位听众 打声招呼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 大家好 是 导演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超乎我的想象 第一个你又高又帅又黑 但是看你的这个媒体的资料 发现其实你是一个PhD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拍片之前 你是学什么做什么 应该说至于我是从小 因为咕咕送我的一本 台湾蝴蝶的世界 然后就从这本书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子 一个重要的人 就给你一本书 可能因为我的个性 就是比较专注执着吧 然后就 哦 这本书 好 那我好好地把它 研究清楚 从那时候就开始 一直 做研究 念 念昆虫系 然后毕业以后 又开始 当研究员 所以其实在我的生命中 比较前面的那个阶段 基本上我就是一个 只跟蝴蝶讲话的人 就我几乎可以说是 不会跟人讲话 跟人讲话 哇 很特别 我其实现在五十几岁 四十几年前的台北市 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昆虫 我通常在教室窗子 我可以看到蜻蜓 然后在路上 我可以看到蝴蝶 甚至我走在我们附近社区 只要有一点水田 都还可以看到青蛙 现在这些都不见了 我的意思是要说 我喜欢的昆虫蛮多的 其实你也念过昆虫系 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昆虫 为什么蝴蝶 你对蝴蝶特别情有独钟 第一个蝴蝶 它是自然界中会飞的花朵 那它很美丽 我想这全世界都一样 美丽的事物 你会想要多看一点 第二个它的种类很多 所以一开始当然就是一种 好像现在人来讲 就是在Pokemon 就抓宝 那时候你就小小就 我一定要有一天要把 这本书上面 所有的蝴蝶都找到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是 我觉得它没有办法 用一个道理来说明 就是说你也可以挤友 也可以收集花 可是为什么是蝴蝶 我觉得对我来讲 命中注定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没有理由 是了解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研究蝴蝶这么久 台湾的蝴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的蝴蝶 当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在一天内 你可能就会看到 40种50种蝴蝶 而且是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到 一整年都有蝴蝶 是 在其他的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热带国家以外 其他亚热带温带地区呢 到了冬天就没有蝴蝶 可是因为台湾刚好在 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 所以有一种蝴蝶叫紫斑蝶 它会做像候鸟一样的 月冬迁徙 所以某种程度上 台湾蝴蝶数量最多的时候 反而是冬天 OK 因为它们会形成 月冬型蝴蝶骨 是 哇 所以台湾算是因为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这样的环境可以容许 很多生物的多样性 然后再加上刚刚你讲的 它是一个月冬 可能会经过的路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丰富的 很多样的蝴蝶的生态 是吗 其实紫斑蝶呢 它在整个东南亚都有 OK 大陆也有 香港也有 泰国也有 可是台湾有一个 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台湾是一个海岛 而且有丰富的植物 那在中国大陆 香港越南等其他地方 它是大陆型气候 那这种情况就有点 说 因为紫斑蝶 它被限制在这个岛屿里面 所以他们可以 越东的地方很少 所以他们就一起涌进 一个大型的蝴蝶谷 也就是台湾 因为地狭人愁 所以蝴蝶必须住在那种 集合式住宅里面 那如果香港 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大陆 它是大陆型气候 可以供 紫斑蝶 越东的地方很多 所以他们在大陆 都是住别墅 大家不相往来 可是因为台湾 是一个很小的岛屿 所以反而让蝴蝶 更集中 是 所以是因为 台湾的种种条件 造就了这个世界级的 越东型蝴蝶谷 它在早期的时候 一个山谷有两百万只 但现在呢 它已经从一百万只 掉到五十万只 掉到三十万只了 是 了解 之所以数量这么明显的下降 主要是什么原因 一个现象的形成 其实在智能界都是多阴 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因为紫斑蝶 它的栖息地 就是在平地跟低海拔山区 所以 这些地方都被人类占据了 OK 然后就是蝴蝶的家 变成人类的家 所以他们没有家 数量就越来越少 第二点就是说 全球暖化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紫斑蝶 它必须迁徙越东 可是如果 慢慢的全球暖化现象 让蝴蝶 冬天 它可能最后也不需要越东了 了解 所以也有在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都市 还有我们的人口的开发 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大环境 整个地球的客体 气候变迁 那追根究底 其实就是说 我们对紫斑蝶的忽视 就好像 紫斑蝶就好像麻雀一样 到处可见 大家以前可能觉得 麻雀不可能绝走 但实际上 如果你有注意一下麻雀的话 你会发现都市里的麻雀数量 也在减少当中 跟紫斑蝶也是这样 那 其实紫斑蝶跟麻雀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给他们一个居住的环境 他们就会跟人类住在一起 但是我们忽视了这些动物的生存权 是 了解 其实蝴蝶那么多种类 刚刚导演你有说过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特别喜欢这种很普遍 你把它比喻成麻雀一样的蝴蝶 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反而是一个人 在 觉醒的过程 有点像在觉醒 有点像是一个旅程 像小学五年级 我就已经认得很多蝴蝶了嘛 所以紫斑蝶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需要 就是会觉得自己不好的 是一个不好的人 因为中学以后 其实我看到紫斑蝶 我的感想就是 这个是垃圾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有一天你把你的家人 叫做垃圾 那种感觉 但那时候我不会有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觉得 就是很普通的东西 就是看到会觉得 为什么又是紫斑蝶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 大学 后来我有去去茂林 去紫蝶有谷 然后也看到了 蝴蝶谷 成千上万的紫斑蝶 但那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里的蝴蝶怎么 这里没有我想要找的 因为我要找的是 最稀有 快要灭绝的蝴蝶 然后等到后来 在世界走了一招 对不对 后来因为要拍摄紫斑蝶 我再回去大学那时候的紫蝶有谷 结果我发现 它已经变成停车场了 OK 然后后来我再去 花了一段时间 终于找到蝴蝶谷 然后一进去以后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它是台湾最重要的东西 了解 导演你刚才讲那个觉醒 有一点感动 刚刚差一点 有点点眼眶觉得热热红红的 我想要问一下 我们今天爱上一个东西 有很多表达跟呈现的方式 那也可以摄影啊 或者也可以书写文字啊 导演你为什么选择用拍片的方式 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走向拍片这条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寄托 因为你有很多话想讲 很多事情你觉得这个世界 并没有办法去 你讲的话 这个世界没办法理解 因为就像蝴蝶对我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爱好 就好像如果生日你不可以送我蝴蝶 了解 你知道你生日送我蝴蝶 因为我要的是 我都都认识了嘛 我要的是有标本签的蝴蝶啊 对 不是那个工艺品的蝴蝶 那我家里也不会挂蝴蝶啊 对因为 因为我心里面就有蝴蝶啦 是 对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自己会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问题嘛 我们自己心里面都有很多砍 所以我刚才说有个觉醒的过程 是 就是说 一开始就像我要把 我曾经认为蝴蝶垃圾这件事情要 能够讲出来 我觉得有一点痛 那对我来讲 影片可能是最适合我的方式 因为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讲 是 然后就用影片去把想讲的话放在里面 那放在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东西 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放 是 其实我觉得表达不一定要用文字或语言不可 好 那这样我了解了 哦 那这样我就有点理解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用影像来呈现我们的很多想法 那影像的品质就变得很重要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导演你挑了非常高等级的拍摄的设备 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坎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 几乎所有人都说 你根本就不需要用那些设备 是 因为你只要有好的故事 就 你就可以感动人了 你不需要这些设备 那我用的是什么设备 而且是用 是贷款的 然后 而且那个贷款过程是 蛮离奇的啦 那讲很久 总之就是 它是一台330万的 好莱坞 拍漫威 任何电影在用的 超高速摄影机 是 它里面有一个硬碟 128G 那一个128G的硬碟 它的价格是100万 是 就是一个小小的硬碟 就是100万 是 所以 其实就是 因为我想把 我想象中的世界 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 那个代价就很大 那 这么大的代价 我其实拍电影后才发现 其实我一个人 是没办法完成这些事情的 是 包括这个电影上是什么的 然后包括为什么能够拍 这都是因为有人来 他们帮忙 才能够完成的 了解 导演 导演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你最难忘的人事物 举一两个例子 我觉得最难忘的人事物 其实拍完以后 我觉得每一刻 都是很难忘的 因为我们常常 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 或是一个美丽的 一个很好的画面 那时候拍到就觉得说 哇 我下次一定要再来拍 更好的画面 然后 我从来没有再回去过了 任何画面 我没有再拍第二次 就是里面的任何画面 有那种情况 就是 我拍了一次 我想要再拍更好 然后我就去拍了三次五次 可是 永远都没办法超越 第一次的画面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 我们去拍了一次 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OK 没有第二次 就是 不知道 就没办法有第二次 是 是 那这个是拍片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记得媒体上也有说 你曾经在拍摄过程中 把重要的那个拍摄的内容 档案整个遗失掉 但是我觉得你后来的解释 很有哲学的味道 真的吗 我解释什么 你那时候说 其实失去的固然 好像觉得很可惜 可是接下来的 可能还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你好像就有一点 比较看淡它 应该是说 那一个拍到那一刻 你觉得很美好的画面 对不对 是 然后 然后它又不见了 对不对 嗯 它又不见了 其实那个失去 那是有原因的啦 那是因为那个 经费不足 因为因为我们 我们拍拍素材满了 然后我们没有足够的硬碟 然后硬塞 所以硬碟爆掉坏掉 OK 那其实这反而是隐身的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人生一定要有取舍啊 是 对 你不能够像大人一样 我都要 你要回到像小孩子一样 你问小孩子说 你要这个还是这个 他会选一个 可是大人就说我都要 那这就是我们大人的问题啦 其实 把很多动物都干掉 嗯 然后接着 最后是蚂蚁把螳螂吃掉 那 那请问主持人 你看到这样 我描述的画面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好像万物都有一个循环 弱肉强食 对不对 恭喜你 你长大了 小孩子的看法是 刚刚你很嚣张 对不对 现在换你遭殃了 那我想请问 你要拍片一定要财务资源吗 后来这个财务资源 是怎么样把它克服的 这一部影片的完成 当然没有文化部嘛 影视局 他们的第一批的资金进来 当然是不可能的嘛 那其实 这又说回到很 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啊 其实 你没有这些经费 你用手机也可以拍一部 感动人心的画面嘛 对不对 不是有一部就叫怪胎吗 它只是用手机拍的嘛 是 对那其实你用手机自己拍就可以了 尤其像昆虫 大自然 你其实你自己买一个 两万块的GH5 你就花个十年 其实你也会拍出 很多精彩的画面 可是 这就是我们讲到电影 它的可贵之处 就是说 你拍这部片 是因为有 有一个力量在支持你 我现在觉得啦 这就是 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东西 其实都是因为 有一个支持的力量 包括啊 一个棒球队 为什么要忍受粉丝的谩骂 因为他支持你嘛 如果没有人骂你 你也 你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是 我想请教导演 你把你的看见 想要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了解 就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 所以那刚刚你有一个 呃 期待就是 大人看了会有点感伤 他就表示说 哎 这些台湾的珍贵 自然的生命跟资产 可能在我们不经意的情况下 它逐渐在消失 甚至被我们亲手给 嗯 断送掉 那你内心是不是有一丝丝的希望说 这部片有没有可能唤醒一些 因为你自己也在一个觉醒的过程嘛 所以人是不是有可能 有觉醒的可能性 会因为这部片有一些觉醒 那我们有可能可以改变一些 现在的一些问题 对我 其实我拍这部片 并不是在为子班碟讲话 嗯 因为第一个 他也没有请我帮他讲话 他也不需要我帮他讲话 而且片名叫消失的子班碟 好 他不是绝种的子班碟 嗯 他是消失 而不是绝种 为什么会消失 就是观众在里面 我们会在整个故事里面 去传达嘛 是 那其实这部片 我刚刚讲大人感伤 然后小孩子开心 我自己的期许啦 这讲起来有点夸张 对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纪录片能够拍出来是像周星驰的电影那样子 哦 ok ok 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很开心 但是其实我也蛮蛮挣扎的 就是我拍了一部只是让大家开心 当然里面有有讲一些事情嘛 如果说大人会感到就是大人有看到故事的的背面嘛 对啊 那其实这样的影片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纪录片 因为纪录片好像还是应该要走比较壮烈的路线 嗯 诶导演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趣 完全超乎我原本的预期 那我想请问一下 呃消失的子班碟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吧 应该说电影 啊电影电影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其他的拍片的其他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 我已经在做了啊 我希望一年一部啊 一年一部 ok ok 一年一部啊 我们还有啊 我们已经有其他也已经拍完了 第二部叫做昆虫黑道 哦昆虫黑道 ok有意思 所以呃我可以想象说 他应该都跟昆虫相关吗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专注 没有还有一部是老鹰 哦老鹰 有老鹰 哎呃为什么除了昆虫之外又挑了老鹰 呃其实我挑的对象就是 我希望他是跟人是有有连结有冲击的 就好像子班碟一样 如果子班碟 蝴蝶骨是在深山里面 是在保护区里面 然后他不会通过高速公路 不会被车撞死 那其实 蒋宝玉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他在山上活得好好的 有啦 那如果我们拍一部 深山里面的动物的宝玉 我们可能整部片就是宣导说 不要用免洗块 不要用一次性的东西 他是离我们太遥远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地球啊 应该说拍那部片 可能我最后就是讲要保护地球 嗯 但是子班碟不一样 只要你种一朵花 种一棵树 你就可能拯救子班碟 嗯 导演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部片呃 现在是安排什么时候上映 我们现在在呃 5月16号会有一个首映会 但是那时候当然就是announce嘛 就是把这个正式上映的讯息散播出去 那正式上映的日期是5月19号 嗯 开始正式上映 那在全省各地的院线 你们都可以去看 是 那也有开放让呃 社会大众或企业包场哦 对 当然在所谓的纪录片电影 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纪录片 他当然有附有他的一些重要的任务 只是 只是可能我把这个任务变得比较欢乐一点 这样子 嗯 那 我是当然 我要怎么讲 在这边拜托大家 赶快包场 因为你们包场带着朋友去看 我想你们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开心的影片 是 导演我真的很感动 我很想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你来讲你的下一部片 那我觉得导演今天拍的这个片子 他让我有一个期待 他说他要拍出这一种主题电影的典型嘛 因为你要成为周星驰的电影一样嘛 所以我请大家留意哦 5月16号首映 5月19号全台湾各地都可以看到消失的纸板碟 那欢迎大家包场 我们也许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来创一个记录 让他变成台湾史上最卖座的纪录片 导演你说好吗 好吗 好 好啊 那今天非常高兴 也能够邀请到导演 那也谢谢导演的分享 以及各位听众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今天这么听我 也谢谢听众 大家没有看到我们的导演 又高又帅 很漂白的 大家到时候看到这个纪录片上映的时候 应该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见到导演 你们就会知道 我没有骗你们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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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